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俄罗斯一家马戏团最近重新开幕,但一张老虎与狮子的特技秀照片引起外界关注,因为照片中每只狮子都变成肥猫。 有网友质疑,狮子是被为垃圾食物长大,并称马戏团虐待动物,利用动物制造小丑。 据其伯利亚时报报道,还身为马戏团Vodifostik Circus一张狮子与老虎的表演照片被PO上网,让网友看了都惊呆了。 它把马戏团虐待狮子,把狮子们变成小丑肥猫。 由网友直呼,狮子每只都患有肥胖症,比起起列观众更需要带它们去看兽医。 对于狮子变肥猫,马戏团训练员斯莫利亚内斯Vitalism Lionettes,说明狮子跟人类一样会随着年龄增长发幅,而且它们生完孩子体重也上升不少。 他说他不觉得狮子是肥胖,且它给每只动物的食物量控制在每天喂16公斤的肉。 专门照护俄罗斯大型猫科动物的动物中心主任阿拉米列夫,Sergei Aramoylov,则指出被囚禁的野生动物确实会增加体重。 动物园和马戏团经常面对动物肥胖问题。